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現在講一個夜間百貨公司裏面的保安見鬼的事 因為你知道百貨公司晚上會收工 收工是有夜間的 那些夜間一般首先就去巡邏 有沒有人躲在那裏 因為那些賊多數日頭就去好像光顧那樣 就躲在一二個 等你關門的時候才出來偷東西 然後才離開百貨公司 所以保安一般有兩三個 有兩三樓 有一個二樓一個三樓 那保安在樓下的保安 有一天有一天有一天 就看到一個影 就以為那個好像那些古惑仔 躲在裏面 等他收工之後關門 然後就偷衣服 偷收銀機 那些東西 拿一支電筒走圍照 照之後呢 沒有人 但是在一件衣服後面 一拉開 就當堂嚇到他 喊了出來 他一喊 另外那個 他那個拍檔的刊家就走過去了 什麼事啊 他說不是啊 我剛剛拉開那個公園衣服的時候 我看到一個影 就追過去了 只要拿電筒一照 就不是人啊 是個狐狸 狐狸很恐怖啊 眼睛放光的 那我就馬上大喊了 但是他說狐狸有什麼理由 你躲在這件衣服裡 那是呢 很高的 很印的高的 那你用伙計走圍再找 拿著電筒 你知道那些 夜間的看間的電筒 有長又大 有幾個電 很強力的啊 周圍照 那就不是了 穩陣些 亮光燈 周圍照 沒有東西 找不到 那到了第二晚 又是那個看間 又是見到 又是影 在地下走 一照 有尾巴 有成的 走得很快 狐狸來的 那他沒理由走過狐狸來的 如果是的時候 日頭都會在這裏 那裏沒有洞 沒有拿給他 躲的 那要視衣室 周圍 貨倉 周圍 抄過了 都沒有 那 疑事者呢 過了幾天 那突然之間 在外出 還未收 因為你知道 百貨公司 多數十一年 你怎麼收 外出呢 突然間有個女人大哭 他什麼事呢 走出去問他 他說 見到一個狐狸 所以他捱 他說 那 看間 是不是呢 不是我見鬼 真的有人見 於是 又發生 到處找 但找不到 什麼都找不到 找不到 大家都以為 要是見鬼 但沒理由 鬼怎麼會是狐狸來的 那 於是 於是 就以為沒有一件事 就只是 因為他 看間都要寫報告 就說 昨晚發生什麼事 之類 那 那個主管 就覺得奇怪 大家都見到狐狸 那個客人也見到狐狸 那 沒理由 就查那些 那些 現在百貨公司 很多那些 又有那些 秘露電視的 查過了 沒有什麼 沒有所謂狐狸 那 於是 就 將這件事 丟下了 根本沒有這件事 但是 好了 到了沒有多久 就有人投訴 就說 他們 那個百貨公司裡面 真的有隻狐狸 不止他見 有一天 有一天 有個小孩 跟著他媽媽 他媽媽在那裡試衣 他小孩又是見到狐狸 又是這麼說 那 他們 那個主管說 沒有理由的 怎麼會經常見到狐狸 又不見到鬼 那 後來 就找人左抄右抄 然後 終歸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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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計 很深水清 我知道 什麼事 他說 我帶你去看看 誰知道 進大堂之後 然後 就見到混石那裡 那些圖案裡面 有個圖案好像狐狸 他說 會不會是這隻狐狸 他說 這隻狐狸 怎麼會走出來才行 他說 你覺得它很像 你怎麼看它 你這樣看它就像狐狸 這樣看它 不過是花紋而已 怎麼會是狐狸呢 於是狐狸 就當作笑話 就根本沒有這件事 就躺下了 到了那晚 那個漢奸又見到狐狸出來 追到他出去大堂 又不見了他 另外一個漢奸又說 不是我見到他 他真的走了一幅牆 好像鬼一樣 他說 不是吧 剛剛 今天有個客人說 這裡是狐狸 有個伙計說 那個狐狸變成精 走了出來 你現在又見到它走了 它這麼生猛 就跟主管說 主管說 是瘋善的 必有這樣的事情 那些是混石的圖案 怎麼會狐狸呢 但是他說 不是啊 他晚上又搞搞震 你這樣搞回來 我們真的 我不做夜更啊 大哥 你這樣搞 他說 要是你 你對我調更 要是我不做了 他說 總是我見到的 他說 不是我啊 另外那個人都見到 不過他走了進去而已 那你不相信 沒辦法 總之我今晚我不做夜更 買一買給他 客餐吃 後來沒辦法 到地人 那個主管 就跟那個經理說 那個經理說 唉 心理作用而已 儘管找人來看看他 找個法師來看 那個法師呢 又炸了羅庚 搞了很多事情在那裡看 他說 是呀 這個是狐狸精 是在裡面 你相信 你就做啦 你不相信就算數啦 我都沒辦法 他說 唉 他做啦 花錢都要做的了 讓他們心安理得 那於是乎呢 就打了 做了一場法事 做了一場法事呢 換了第二批刊僱呢 二晚都見到 那那個經理當然說 喏 是不是心理呢 找人做了法事 都沒用的 那你叫我有什麼可以做呢 那不是啦 你如果這樣搞的話 不如拆掉它 他說 你講得容易了 拆那棍石牆 多少錢啊 你給錢啊 當然沒得搞啦 傻的你 那後來呢 過得的人 一個老和尚想經過 就主動呢 要找個經理 那個經理 那個經理就出去見他了 他說 法師 你想買什麼啊 我們算便宜一點啊 他說 我不是來買東西的 不是買衣服的 我經過你門口 我發覺你這裡妖氣衝天 他說 不是吧 是不是有個妖狐呢 法師 他說你怎麼知道啊 他說 我們因為這裡呢 外出大廂的運石 那些運石圖案 就像狐妖 那樣的 那樣的 那夜間那個 那個保安呢 又說 有很多次見到那個狐妖 那我已經找那個法師 來作了法 搞了一論 他說 法師沒有用的 他不是捉妖的嘛 他說我不用錢 一邊我是一邊好心 來幫你們做的 因為我看到報紙 你們經常做很多善事 那我就剛剛經過 我就覺得這樣搞法呢 一定有事 所以我就進來和你們聊一下 因為要張揚出去呢 就會影響你們的生意 也都無謂說這麼多 就是人家現在這個時代 哪有人這麼迷信的 但是呢 實際上呢 我是感應到你這裡有妖氣的 那現在我儘管跟你想辦法 那麼 於是乎 國法師呢 就和他走出去 再看那個雲石 那個雲石呢 沒問題的 那個雲石呢 就是這個狐妖呢 你覺得是 因為你那裡真的又有狐妖出現 說要讓我和你說想辦法 那國法師呢 就和他做一堂的 那些法事就叫做捉妖娜 那怎麽捉犯呢?我們就不知 不過這個故事其實 二十年前香港炒得很重要的 就是銅鑼灣那裏試過一宗這樣的事 但是我這個故事 就真的見過胡繞那個看家 那個五十多歲的 現在在西環住的那個朋友的親戚 是說給我聽的 但是是不是呢?我就不知 不過有時候這個世界上很有趣的 後來那個法師做完 捉妖之後 那個雲石有沒有改到我就不知了 不過就經常會在報紙燈 又會拍出來 這個故事都幾出名的 我想稍微年紀大一點 香港人都聽過的了 就是銅鑼灣茅大廈 入口那裡的雲石 就是砌到那個圖案 砌到好像狐狸一樣 就吵得很緊要 就說有狐狸 那那個法師怎樣觸發我就不知 不過那個狐妖呢? 怎樣作怪呢? 他會不會害人呢? 我也不知道 不過這個故事呢? 當年是非常出名的 所以說這件事呢? 你相信則有 不相信則沒有 他沒有害人 但是你就會嚇人 這個 那個 看更呢? 今年都要成六七十歲的了 這個故事都應該有 我想他那時候做漢奸的時候 應該是十幾年前的事 那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但是銅鑼灣呢? 那間 那幢大廈是很出名的 現在還在不在那裡 那幅牆又在不在那裡 我就不知道 不過香港那些古古怪怪的事呢? 都很多 至於是不是呢? 就是大家自己用你的智慧去分析 但是我覺得呢 就是做人呢 最重要是心安理得 譬如你說有什麼事都好 你自己走得正站正 是覺得是有應該做的事就做 不應該做的事就千萬不要做 那這個漢奸呢? 聽他說呢 他當時呢 他有很多事情都沒有跟老闆說 因為他見了一個狐妖回去之後 都不妥的 睡不著又病 又試過什麼都有 但是他又不敢跟別人說 他說免得別人以為他殺老闆加薪 但是他跟他在一起的那些伙計 就沒事的 那你可以說 即是他的雲情高 但是雲情高 沒理由見到一個狐妮的 但是呢 即是怎麼說呢? 即是你說他身體的能量好 那些邪妖侵不了進去 或者說正氣 正氣呢 如果他正氣 邪妖抽不到進去 那他雙眼都看不到 但是那些人的眼睛就不同 那些人的眼睛就不同 那些眼睛見鬼呢 就是貧道問題 即是等於收音機 你不教對 某一個貧道你就聽不到 為甚麼有些人聽到 為甚麼有些人聽不到呢? 為甚麼有些人見到鬼呢? 有些人見不到呢? 就是你那個眼睛 那個蛇的貧道出來 還有那個陰陽 那個貧道不對 那就見不到 那那個漢鏡 他見到就是因為他視力的問題 跟那個貧道剛剛好 就見到 即是見鬼那些人一樣 但是他運氣不好的時候 他見到這些東西 他自己為是嚇病 那沒人知道的嘛 但是表面看來呢 就好像他運氣 又見到狐狸 又自己又病 知而此類 但是呢 我覺得做人呢 最重要是你自己走得靜 站一靜 你有事的時候就看醫生 就不要說自己左腳右腳 那就是 但是如果你運氣不好 那你真是問自己有沒有做錯事 那你沒有做錯事 你心安理得 有甚麼好害怕呢? 即是現在看僵 他自己又去拜神又去問卜 那他自己呢 根本他是 真是身體不好 或者是 即是神分顛倒 你知道當夜僵 那他病又不出奇 但是我見到狐狸這個故事呢 故事就是真的 但是 現在那個大廈還在那裡 很出名的 那那幅牆還在那裡 我就不知道 不過狐狸這個故事 是在運石出來 就是很多人都聽過的了 即是我們這個年紀更加低 因為我沒有記錯 大概距離到現在 最低人度 都有十幾二十年了 Hello 大家好 我就是新丁小說家 翻本66 如果你們都是對靈異事件 有興趣的朋友 那我寫的這本小說 你們就一定有興趣了 就是 《沒有鬼不存在的城市》 那到底即是有沒有鬼? 那你買本來看看就知道了 裡面有很多我親手畫的插畫 裡面可以讓大家看到一些 另一個未知世界的畫面 那希望你們會多多捧場 那其實現在已經有售了 在這個MIHK的網台 和商務書店 三聯書店 和中華書店都已經有售了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謝謝 尋 prescribe 售價幣128元 RM miss W Nano 沒有鬼不存在的香港